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营 豆角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吃的一种蔬菜 做法也是有很多种,味道都非常的不错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小炒豆角的做法 这道菜吃起来脆嫩鲜香,特别的下饭 很多朋友在炒豆角的时候 炒豆角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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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豆角 炒豆角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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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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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它翻炒出香味 再把青红椒倒进来 给它翻炒均匀 再把豆角倒入锅中 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一分钟左右 然后把肉丝倒入锅中 继续翻炒均匀 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勺鸡精 继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 一道非常好吃的豆角炒肉丝就做好了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真的是太有食欲了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豆角颜色翠绿 吃起来鲜嫩入味 营养不流失 肉丝吃起来不干不柴 特别的入味好吃 加入青红椒 吃起来的口感有一点微辣 非常的入味下饭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